謝謝主席 主席我想請邱部長還有葉署長 邱部長請 委員好 部長 這個歐巴馬向美國國會提交 2014年貿易政策議題中 就台灣未開放豬肉進口來施壓 說台灣賞未對進口豬肉 定定瘦肉精 也就是萊克多巴胺的標準 透過美方 希望台灣根據科學基礎 建立可靠的食品安全制度 將它列為雙邊貿易關係的優先政策 也希望台灣全面開放美國牛肉產品的進口 我想農委會講得很清楚 台灣的政策也很清楚 牛族分離 農委會現在有反對 也是在取世界執行這個牛族分離政策 那現在因為它也變成一個我們這個台美貿易的這個因素 進度的因素 那請問你我們衛福部的立場是什麼 我想衛福部的職責是保護民眾的健康 那麼我想所有的標準都要經過評估 當然這個我們還是遵守行政院的這個十六制 包括安全容許強制標示牛豬分離跟排除內臟這個原則 我想這個我們要求你衛福部要嚴格把關 你不得在這個政策沒有改變之神隨便刪定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一環 這是我們的原則吧 但是對於其他牛肉的產品 我們衛福部的立場呢 我想這個我是不是親 牛肉的立場的話 我們都經過實地去查核 專業的評估 考量到國人的安全 考量到國人對於肉品 該類肉品的食用的量 算出一個安全風險係數 然後經過專家委員會評估完以後 再確定安全無語 我們才會去接受這個可以進來的這種情況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希望我們衛福部要把持原則 這個是我們國家的政策 不能改變好不好 另外他有提起美方提起說 我們衛衣國際標準定定農藥 殺蟲劑等農用這個化學品最高殘留量的容許 那麼自行開發一套這個標準 這個包括新鮮的蔬果 古物等這個影響到美國 這一些進口到台灣 那這種就是成為一個貿易障礙 那他們對這種指控你們有什麼說法沒有 報告委員 我個人認為我們台灣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國家 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情況 我們國家有我們的國土 以及環境上的評量 所以我們會參考世界Cortex的標準 還有我們國內自己的這個土地調查的結果 來做一個符合國人的這個平量的標準的訂定 另外還有一個 他說這個基因改造的食品 我想這個我們也剛剛通過 這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也剛剛修正過 但是他們也在指控這一段 這三段我想情況都差不多 我們要求我們衛福部一定要嚴格的把關 好不好 好 這個不可以 有所折扣的好不好 另外我要問一下那個部長 我們這個部的醫院 豐延醫院 以前是獨立醫院 去年虧損400多萬 是不是 那獎金還發3億多 3億6千萬 這個恐怕是一個數字上的問題 因為所有的醫院 他必須要都有一個公務預算部分 那麼那個統計呢 是把公務預算部分都拿掉了 因為這個這種醫院呢 我們所有的公務預算大部分都把這個公務預算拿掉 那所以這個才會造成這樣 那其實他們都負有很多的公務的責任啊 或特殊的醫療 所以我想從我們這裡給他一個公務預算補助 事實上他每年是正的啦 那包括其他的體系也都是這樣 我們每個醫院都是支付盈虧 是 獨立計算 那有沒有說我們各個屬立醫院 他的這個盈虧呢 跟他們的獎金會有所不一樣 是 這個是一定不一樣 我們現在用的是叫做 一定不一樣嘛 每個計算 對 每一家輸立醫院的計算都不一樣嗎 當然他的資歷是有減數 所以虧400多萬還可以發3億多的獎金 沒有沒有 這個如果是以公務預算的補助加進去的話 他是有盈餘的 那麼他的發給是用獎勵金發給要點 跟績效評估原則來發給 那麼是根據除了資歷以外 他還有他的業務的 所以你的公務預算是沒有算到這個 封嚴醫院 那其他的醫院如果沒有算 沒有加進公務預算的話也都虧錢喔 一般 這個是所有公立醫院體系一定是這樣 都是這個狀況 一定有公務預算來補助 那這個是 那只有封嚴醫院沒有補助嗎 有 他只是 那你也有補助為什麼跟其他的醫院 沒有沒有 那個是他列表的時候他把公務預算拿掉 那一般是所有的加進去 我們幾乎都是證數的 都是證數的 對 好 我想喔 我們還是要有這種精神啦 尤其要有一個企業家 經營效力執行力的問題 就是但是因為 你本身知無盈虧你要有負責任 不能說虧錢也 也發了這麼大額的獎金 賺錢也發獎金 那這樣對那些認真的人不公平嘛對不對 不會都有績效制的 都有績效制的 好謝謝你喔 那我想我要再問一下喔 那麼最近啦 H10N8喔 那在上個月啊 又有一名55歲婦女感染 因為H10N8他的那個死亡率蠻高的 又是一個新的 那麼我們也很擔心 H7N9當然是比H10N8更厲害 那這個病毒啦 也更毒 但是呢 H10N8好像死亡率更強 那有可能喔 以這個中國自己 這個病毒的研究員啊 這個蘇耀龍說喔 他已經演化出 在人體內有效率 互製的基因特徵 那表示說 很有可能 人傳人 所以我們會特別注意 H10N8 那請問你 這一部分我們台灣有沒有在 有沒有拿到疫苗 有沒有在研究 我們的這個疫苗了 通常這個包括從H1N1 H5N1 H7N9 都是這樣 剛剛出來的時候 他一定是死亡率很高 然後呢 慢慢的 也許免疫力啦 或其他的問題 那麼他就會比較降下來 那麼 H10N8剛剛出來 他真的是很很強的致病力 那我想這個請專家來 好 發告委員 H10N8的話 目前他是被監測出來 有少數幾個個案 的確是有幾位死亡的病例 那這個他的傳播模式 跟H7N9 是同樣一種傳播模式 目前認定還是由勤傳人 當然他將來的發展潛力 還要經過密切監視 但是他以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 有380幾例的這個H7N9 所以整個疫苗發展的方向 大概現在都還是集中在H7N9這一項 那SN8將來的基礎研究 H7N9我們知道比較毒 問題是也比較 殺傷力比較大 但是H7N8我們會重視是因為 蘇耀龍研究員 他特別指出在人體內 有效率複製的基因特徵 也就是說可能是人傳人 最有可能是人傳人 目前H7N9 目前最威脅最大的評估 我們從一個評估來看 H7N9的威脅比SN8來的大 SN8目前在中國大陸的某個地方 還沒有廣泡 會密切地監控這個事情 我們希望衛福部在這一方面 要多掌握 是的 然後在我們的疫苗上 也應該要著手啟動 因為這個部分既然有這麼多人 陸續傳出 我們會擔心 因為從來沒有消失過 包括這個SARS到現在 我們那個防疫的工作 也要去特別注意 我記得那個日本 韓國他們在機場也有 也有那一部 這一部有沒有 全身消毒的裝置 那我們的檢疫 現在機場也沒有 還是用一種體溫感應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防疫的部分 應該要是不是有必要加強一下 是的 我們在檢疫措施 大概全世界在機場港口的檢疫措施 算比較強化的 大概就是亞洲的幾個國家 包括日本有幾個機場 那香港還有我們台灣 是的 我們最初最頻繁最近 所以這種狀況 我們要特別注意防疫的部分 我們都沒有鬆懈 麻煩你了 我想這個是大家最擔心的 我們希望大家都很安全 但是我看進出的數量這麼多 是不是應該要加強防疫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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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蔡委員 謝謝